我看好的NVIDIA在过去的七个月内 涨了265个% 到底这只股票为什么在这么短时间涨了这么多 那如果我们没有买NVIDIA 我们在这个NVIDIA的股票上 又能学到什么 让我们找到下一个爆升的十倍股呢 大家好 我是嘻嘻啪啪张志云 在这个频道里 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 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 找到十倍股 让财富滚雪球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记得马上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NVIDIA是我看好的其中一个十倍股 在我之前的不同视频当中 也有分享过我看好NVIDIA的原因 那去年11月底 CHET GDPT推出了3.5的这个版本之后 那人工智能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火的投资题材 所以记得选股五部曲 第二步是看行业 当我们看到AI到了它的起点的时候 我们在这一个起飞的行业内就可以大量的寻宝 我觉得2023年是AI普遍化商业化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出现会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十倍股 而NVIDIA又是AI的股票当中表现最好的 那现在看回的原因 除了我之前分析的那些之外 我总结了有以下这几点 第一个做生意的时候要做到行内第一 那如果是能做到唯一 那就是更加的理想了 NVIDIA在AI需要的晶片里面肯定是行内第一 而第二名的AMD跟它的分别又是差了很远 所以它有它的定价的能力 它的产品可以定的很高 而顾客也需要去买它 特别是NVIDIA的客户是用NVIDIA作为一个零件 来赋能他们自己的生意 像Microsoft、Google还有其他的数据中心和云端 都是需要NVIDIA晶片来帮助他们自身的企业 我们看一下NVIDIA的毛利率是达到了70%左右 我们看一看台积电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 它的毛利率相对就要低一点 如果我们再看Intel或者AMD 这些产品的毛利率相对来说是更加的低 就算是苹果这么厉害的产品 它的毛利率也没有NVIDIA这么高 所以我们看到NVIDIA的产品绝对是在它所拥有的市场里面做到了第一 当然看一家公司也要看他们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决策是否正确 杰森黄在GPU的领域里面是非常出名的 以前在计算机的年代有Intel的Mores Law 到了现在GPU的年代里我们有Huang's Law 就看到杰森黄在现在的半导体里面的地位 而最近他的一个演说里面也讲到当时他看到智能手机的晶片竞争太激烈 他是决定退出了智能手机的晶片设计 而压述在人工智能和加速计算这两个领域 我们可以战断为购乱 反正我们做了一个困难的选择 而选择了市场 NVIDIA的目标是建设计 computers 去解决的问题 那些普通的设计不可以 我们必须要传达自己 到认识了我们的目标 而成为一样的影响 他的眼光使到NVIDIA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早的开始研发 所以他的产品是领先了其他的竞争对手 使到现在他的产品在高端晶片里面是做到了唯一的这个地位 那另外一个利好NVIDIA股价的是这个行业有很大的规模效应 在科研设计一个晶片的时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也要聚集大量的人才才有一个晶片的设计出来 而有了这个设计之后 每卖多一个晶片相对来说所增加的成本是有限的 所以当人工智能对于NVIDIA的晶片有大量的需求的时候 这个销售量的增长会对NVIDIA的bottom line利润带来更大比例的增长 那这个成本的优势可能是结合了以下规模效应 高的固定成本加低的边际成本或者是经验曲线 这三个因素的其中一个也可能是两个混合或者甚至三个因素全部包括在里面 到了新的市场GPU的出现 Intel又再一次的被NVIDIA打败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NVIDIA设计出来的产品 在无人驾驶 在大数据的计算 在AI很多的方面都是遥遥领先它的竞争对手 那NVIDIA现在股价的暴涨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原因 就是股票涨的话要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让那些财经分析员可以讲故事 NVIDIA在这个AI的风口里面 它股价涨的理由非常的简单 就是在AI的竞赛当中 它是唯一一个ARMS PROVIDER提供武器给各大竞赛商的 那这个故事回到了巡津日Gold Rush的年代 当时美国的西部旧金山发现了金矿 很多人都跑去了加州去挖金子 但是到最后大多数的挖金子的人没有赚到钱 反而是卖铲子给那些挖金子的人赚了盆满钵满 所以在投资界里面如果有一个非常热的市场 你是那个ARMS PROVIDER提供武器提供工具给他们的 这家公司是更加的吃香 NVIDIA就是现在AI竞赛当中大家都需要买的武器的提供者 那未来NVIDIA还能涨吗?现在还能买入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光看基本因素的话 它的股价已经充分地反映了这些利好的因素 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讲故事的理由 可能还会继续吸引更多的股评人 在不同的媒体唱好这支股票 收市升3% 曾经突破过1万亿 也是第一只突破过1万亿的晶片股 未来是不可限量的嘛 它在不可限量的过程中你知道吗? 不止NVIDIA一个往上涨 所有跟NVIDIA相关的概念股全部往上涨嘛 台湾都涨了 对半导体云端的AI显卡载板的散热器 高速率上全部都涨嘛 然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包括机构投资者或者散户去追捧这支股票 到最后一支股票一定会超买 涨了超过它的内在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要去估顶不知道这个股票会涨到什么时候 但是高追还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当股价高过它的价值之后 万一这个泡沫爆破了 它有很大的一个跌幅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还没有买的朋友们 可以去寻找下一个十倍股 那如果你持有NVIDIA的话 特别是曾经持有过 然后卖了太早了 现在后悔的话 以下这两个散户经常会犯的错误 可能会帮到你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第一个就是股价涨了之后才赚了那几十% 就急急的去止盈了 获利离场了 因为他们一看计算一下 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而忽略了一个股票涨背后的原因 我们要清晰明白当我们投资的是十倍股 它是有潜力涨十倍的 千万不要只赚了十几二十%之后就急着去获利离场 第二个审负经常放的是止损 NVIDIA去年在2022年的时候股价也曾经跌过一段时间 在股价跌的时候 那些分析员都会去寻找跌的理由 去年NVIDIA股价在跌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NVIDIA跌的原因 包括拜登政府禁止了高端的晶片 卖给中国大陆 这个影响了NVIDIA的市场 就算最近NVIDIA的CEO Janson Wong在一个interview里面 也说到拜登这一个晶片的制裁 是非常的愚蠢的 美中贸易战对晶片业的冲击 他坦言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 以让辉达被绑手绑脚 使到NVIDIA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里面 他们的销售是受到了限制 而且长远来说 一定会使到中国自己可以研发晶片 不需要再买NVIDIA的晶片 甚至有一天中国自己研发的晶片 追上了NVIDIA 成为了它全球市场里面的竞争对手 还有在2022年的时候 经济的放缓 虚拟货币的泡沫爆破 使到Crypto Mining挖矿机 对NVIDIA晶片的需求也有所下降 所以它连续几个季度业绩都倒退 在这个时候如果投资者没有长远的眼光的话 就会急得去止损 所以如果我们过度的关注 每一个季度的业绩的话 就会忽略了一家优秀的企业 它能够克服它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 做生意哪一家企业不会碰到挑战和困难呢 当时我看好NVIDIA的时候 很多人质疑NVIDIA的市值已经这么高了 还能继续涨10倍吗 所有的应用都要用大量的计算 NVIDIA有绝对的优势 在chips在整个AI的应用里面 它的成本算的钱是很少的 我相信它的产品营收还是继续会增长的 我还是坚持它仍然是一个10倍股 所以我们把眼光放长一点的话 当一家优秀的企业碰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反而是我们趁低吸纳 收集这些优秀股票的时候了 你都没想到能做生意赚钱的 结果美国政府说不让 所以NVIDIA不能够把一些高端的晶片出口给中国 这个公司值不得投资呢 大家如果看回我们的Ever since the first one 第一次的研究应该是2020年的8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到其中一个风险是因为太高科技了 牵涉到国防 当时我们已经讲到远袭的一个风险 就是会不会卷入美国跟中国的科技战里面 或者是要脱钩的一个战争当中 方的也是台湾人 他也是在美国做研发的 肯定是站在美国那边的 当时已经看到有这个风险 我个人觉得当这个风险浮现出来了 股价跌下来了 反而是好 这个风险以前不是不存在 这个风险以前已经存在了 只是没有反应在股价里面 那我宁愿他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风险了 把这个风险打折扣 打在他的股价里面 使到我们买的时候 明明知道有这个风险 但是我们买便宜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好事情 我之前也讲过到了155底下可以考虑 那现在这个风险又再出来了 155再打个九折 再减掉15块钱 140正好 当然你买了之后要承受短期内的波动 但是我觉得140块是吸引了一个价格 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 如果你闭上眼睛 不看理由 不看新闻 看新闻的话 跟着走的话 都是赚不到钱的 不会发达的 如果你错过了NVIDIA 不要紧 我会鼓励你再寻找下一个十倍股 人生当中只要把握了两到三个十倍股 我们的财富就已经有不错的增长了 现在Buffet也好 其他的投资者也好 都觉得投资市场盛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我个人也觉得 未来投资市场是迎着逆风前进 所以傻傻的无脑定投 去买大盘指数的日子也已经是过了 面对未来的投资逆风 我鼓励大家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链接 因为我准备了一堂六十分钟的课程 如何可以做到长期安心 超级盈利 这堂课程价值满满 本来是要收费的 为了筹谢各位 现实免费 大家记得把握机会咯 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个赞 也给我们一个赞吧 我们下次再见